自從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爆發以來 全中國的各類型口罩很快就一掃而空 民眾甚至是大排長龍地搶購口罩 畫面上我們都在網上隨處可見 這個驅舍很快已經傳到來華裔居民眾多的南加州 即使是最普通的防塵口罩 現在亦可說是千金難買 甚至在過年的時候送口罩已經代替了送禮食 今天來到洛杉磯院衛生局的專家 就針對戴口罩對預防新型冠狀病毒進行了辟叫 一起來看看 第49選區議員周本立在今天上午召開記者會 邀請洛杉磯院政委員以及醫學專家 為民眾作最新的疫情報告 針對不少華裔居民認為戴口罩能夠幫助他們 預防新型冠狀病毒 洛杉磯院衛生局的專家是這樣說的 Davis 指新型冠狀病毒是通過口 鼻和眼睛進入身體傳播 但他強調戴口罩應該是戴困者做的防止病菌散播的措施 而健康的民眾可以做的最有效措施 應該是頻繁洗手 而且洗手過程要維持20秒鐘 在記者會上周本立和洛杉磯院政委員蘇利斯多次強調南加州並沒有武漢肺炎的疫情 他們又呼籲民眾要識別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假消息 並鼓勵民眾主動和衛生機構聯絡 以解答他們的疑惑 它是重要的 記者提及到的事實 和解釋任任何詞 提及到的疫情 讓我來解釋 有沒有可能性 來在 San Diego街上 沒有可能性被證明在任何的城市 民眾可以登陸屏幕上方的網站了解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訊息 或者是致電屏幕上方的健康轉診熱線 天下維持記者麻進採訪報導